我個人的夢想就是我在香港就變成一間國際知名的IT企業 我覺得如果可以由我們做戲 我們這一代做戲是有IT企業可以衝出香港 而是做到例如Amazon、Google這些企業 我覺得對整個城市來說也是一件好事 我一直想找一件東西可以證明我的生活 但那件事不是單止加零錢,而是人家的價值 最後因緣制合就找到這個簡單的機會 決定這件事做我的車去展現我的SPARC 第一就是要堅持 無論你覺得創業條路是多麼困難 走下去是比你想像中困難很多 你能夠走整條路的人就是他每一個項目 就算無能力多麼辛苦,你都要捱下去 我想我成立Easy Band最大的困難就是我自己不是一個IT方面的人 我又不懂寫Programming 要殺一個以Computer Science為一個Core的公司 最大的麻煩就是你門外行 解決方法就是找一些你信得過的人 聰明的人去幫你 第二件事就是要找一班跟你志同道合的團隊 因為一個人是很難成就一件偉大的事情 所有的偉大的公司都是一隊團隊去造成的 解決到問客人的問題,我們就很開心 這個SPARC就令我可以抱著一個堅持的態度去做這件事 因為有一個深刻的運動,你不只是為了很短期的Profit 你是為了一個長期的Mission 是令你容易捱得過中間的起起落落